开始啦 Hello 大家好 我依然是敲战 然后呢 又到了我们一周一度的视频周记时间 然后 这一周要说些什么呢 那有点什么呢 我们今天剪头发了 又剪了一个 五岁的头发 那说点什么呢 那我们今天说说 梁老板吧 相信你们也看到了 然后 是之前 在拍新学员的时候 然后去 客串的这样一个 小客串 但是很开心 然后 这个机会也 很难得 然后 也谢谢 相爱 然后 愿意让我去 客串梁老板 然后梁老板呢 其实梁老板出场时间真的很短 但是梁老板是一个摄影师家的一个继承人 嗯 然后呢是玩摄影的 嗯 跟我本人还蛮像的 但是 但是拍拍拍拍拍摄的时候 因为是赶场 然后我记得那天是 飞机都飞机都飞不了 然后我只有坐的 动车 然后去的 上海 从杭州 然后 嗯 很赶 然后整个脸已经肿到 肿到不行 然后那个时候加上 有点胖 所以 梁老板呢 梁老板呢 就是一个 嗯 就留在那个时候吧 梁老板 梁老板好好拍照 然后 反正我觉得 也是一次很好的 尝试 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相信梁老板 虽然出场时间很短 但是梁老板可是带动时间轴的关键呢 嗯 嗯 我记得那天我还发了 发了一个视频周记 在 车上发了 其实那天起的特别早 那天早上是 四五点后 也就 也就起来了 然后 一直拍到晚上的 三四点吧 然后反正就是 各种情况 嗯 然后我还说 我记得我当时说的是 让大家 猜一猜 然后我去干嘛了 然后说是会有一个小惊喜 然后现在就是接下来这个小惊喜的时候咯 嗯 然后呢 我今天跟 跟舞 然后去办了 健身卡 因为现在是 嗯 气候问题 然后 空气 嗯 不太适合 在室外跑步 然后 所以决定呢 嗯 室内跑起来 所以大家也是要根据 去不同的环境 然后去 做出一个很明智的调整嘛 嗯 好吧 今天要 哦 对对对对 还要说还要说的就是那个 少年频 少年频道 X9少年频道 要开始了 然后 反正 游戏嘛 我也喜欢玩 然后大家 就好好玩在一起咯 然后希望 希望 希望 这个节目可以让你们喜欢 嗯 嗯 我觉得会比 当时的少年频道 会更好玩 因为这一次是 比当时来说的话 是 投入更多的 嗯 人力物力也好 然后去做 当然当时的少年频道 我觉得也是 很好玩 然后蛮好的 然后各种工作人员姐姐都对我们很好 然后这一次我相信 会更好 嗯 所以 请你们敬请期待吧 嗯 好吧 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